第二部分就是希腊哲学的这个鼎盛时期的希腊哲学 或者希腊哲学的这个鼎盛 或者鼎盛时期的希腊哲学 那么这个第二部分呢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四大学派啊 已经确立以后 我们从四大学派作为一个开端 然后进一步看看希腊哲学是什么要发展 而这个第二部分呢 可以说是希腊哲学最重头的地方 也是最热闹的 因为希腊的最主要的摄像家 都会在我们这一段里面出现 尤其是希腊的这个哲学上的三杰 三位最杰出的这一家 一位苏格拉底 然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那么这三位最杰出的希腊哲学家 都会在我们这一段里面 纷纷他们的思想会亮相 当然我们首先呢 还是接着前面的四大学派啊 他们探讨的问题 以及他们所得出的结论 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么通过前面的讲解啊 我们可以说 四大学派呢 是由对本源的探讨开端开始 但是呢 这四大学派走了两条不同的道理 这个小亚西亚 埃尔尔尼亚的两大学派 米尼都学派和埃菲斯学派 他们呢 基本上是从物质形态上 来探寻万物的一个起源 有人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水 有人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气 也有人认为万物的本源是火 那么这样一种寻找某种自然形态 以此作为万物的本源的这种思想 我们可以说这属于第一种路数 就是自然哲学这种路数 自然哲学这种路数 那么自然哲学这条道路呢 它的做法基本上我们说呢 就是追问万物的begini 一个开端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自然哲学的进度 到了第二阶段 到了我们今天讲的鼎盛时期 今天开始讲到的鼎盛时期的 希腊哲学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们就逐渐逐渐开始由 寻找万物的begini 转向寻找万物的element 就是寻找万物最小的那个单位 基本元素 而我们上面讲的四大学派的另外一派呢 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 以及埃利亚学派 这两派呢 他们的做法基本上呢 是追问万物的本源的追问方法 它不是追问它的begini 不是追问它的开端 而是追问万物之为 万物的最后的那个共同的本质性的那种规定 万物本源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差别非常大 不仅是在具体的说法上 差别不大 而且从总类上 从对这个本源的这种理解上 也有很大的分数 比如说 在自然哲学这边 探讨了万物的本源的那个 作为本源的资料的那些东西 也就是水呀 气呀 火啊 同时呢 也探讨了作为万物本源的动力的东西 也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讲的阿拉克希曼德 谈到的冷热干湿 谈到了阿拉克希米迪 他所提出的关于邻居和西山 无论是冷热干湿还是邻居和西山 这些东西导致了 从本源到万物之间的过渡 以及万物到本源的回归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由于这个动力 因此呢 我们说从希腊哲学的极大诊者 亚历斯洛德的角度来反观的话 我们说至少在自然哲学这边 就已经涉及到了 从质量角度来谈的原因 以及从动力角度来谈的原因 而我们看到在 比达格拉斯学派 以及安利亚学派了 他们在追问万物的本源说 不是从指标上谈的 当然也没有明确的从动力上谈 而更多的是从形式上来谈 这个形式我们说是form 或者一种原则principle 那么这种form这种principle 在恒拉意义上呢 它主要是指这个事物的本质规定性 一个事物有这个形式 就是这个事物 没这个形式就没有这个事物 因此它是一种抽象的规定性 因此我们说这种抽象的规定性 它不是感官的对象 而是思想的抽象物 因此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另外一条路线就是 形而上学这条路线 就已经涉及到了 这个事物的形式因 形式方面的原因 所以呢 我们讲到四大学派 我们发现 已经开始有了 涉及到指标因 涉及到动力因 也涉及到了形式因 当然更明显的更主要的分别是 自然哲学指质着于指标因 而形而上学指质着于形式因 这两派啊 和这两个路数各指一端 分别涉及于指标和形式 而至于动力呢 虽然谈到了 但是并没有把它明确作为一个原因提出来 那么 仅就从指标和形式的不同理解 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万物的这个本源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说四大学派 可以说是这个 众说分语 莫中一世 大家并不能在本源问题上 达成一个结论 而正是由于这样 所以我说 作为四大学派之后出现的希腊哲学家 他们面对四大学派这些伟大的 这些杰出的这种智慧者 这些哲人 他们对哲学问题探讨的时候 那么这些后来者 他们就会考虑一个问题 也许他们就会这样来思考问题 就是说这么一些伟大的哲学家 他们在关于本源的问题上 都莫中一世 都不能达成结论 那么也许这个本源问题 很可能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一种 把客观世界的本源主观化的学家 也就是说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提出关于什么样的本本源的一种说法 这样一来呢 就很容易把一个具有统一性的 一个客观性的问题 把它解构为一个主观的多元性的一个答案 而事实上我们马上看到 四大学派 紧接着四大学派出现的希腊的智者派 就有这样一种学现 因此呢 我们第二阶段 第二大部分 就是鼎盛时期的希腊哲学 我们就从智者派首先开始 那么可以这样说 智者派是前面四大学派的一个终结 同时呢 又呼唤着一种新的哲学 新的哲学思潮的出现 所以它构成了一个 呈现起后的这样一个中转一个转一个中介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开始的这个希腊 鼎盛时期的希腊哲学 我们就从智者派开始谈起 事实上呢 我们说 这样一个划分呢 只是我们在讲解时候的划分 并不是说在希腊果然就存在 这么轻微分明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 是一半相成的 是意义观之的 但是为了讲解的方面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部分来讲 并不意味着 希腊哲学就 严格的分为精卫分明的 前面的四大学派也是一个阶段 后面的鼎盛时期又是一个阶段 实际上是两者之间是有着 非常密切的 一样思想上的联系 那么我们可以说呢 随着希腊社会的发展 随着希腊城邦制度的发展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以后 具体的说 还是准确切的说 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啊 希腊城邦制达到了鼎盛时期 出现了以雅典为首的 一些民主制的城邦 而且呢 雅典在这样的一个 希腊城邦制的发展过程中 也脱颖而出 成为希腊城邦的核心 成为最引人注目 文化最繁荣 思想最自由 同时也聚集了 最多的伟大思想家的 这样一个 责学的故元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 在我们前面讲四大学派的时候 我们曾经提到 我曾经跟大家讲到过 这四大学派中间 有两个是在小亚西亚的埃尔利亚 还有两个是在南意大利的 这个大希腊 这四大学派没有一个是在希腊本土 更不用说在雅典本 这个小城邦了 但是呢 当我们讲了第二阶段时期的 希腊哲学的时候 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这个时期 就是鼎盛时期的希腊哲学家 都不是出生 生活在雅典 就是曾经到雅典来一展身手 因此呢 这个第二阶段 雅典就脱颖而出 成为哲学家 这个大家的 聚集的一块热土 大家哲学家聚集的一块热土 因此呢 这个时期的哲学 好像有整个中心 就从小亚西亚和南意大利 就开始转向了希腊本土 尤其是转向了雅典 因此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家 都跟雅典有着各种联系 那么我们首先呢 从这个时代的这个智者派 他们产生的背景 谈起 那么大家知道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啊 随着雅典的崛起 随着雅典民主制的出现 那么这种民主的政治生活 为雅典的人民 以及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 希腊的公民们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非常适合 施载身手的一个场合 那么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呢 在很大程度上 他 大家知道这个所谓民主政治嘛 他就给每一个 具有公民身份的人 提供了一个在政治上 一载身手的这样一个 很好的条件 而雅典民主制呢 虽然我们说从今天的角度来说 他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制 因为他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 那么在雅典 绝大多数的公民 绝大多数的雅典人 是没有公民资格的 只有 父母亲都是雅典人 而且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人 才具有雅典公民的这个 资格 身份 而绝大多数是奴隶 是边民 外邦人 这些人在雅典 都是没有这个公民资格的 但是 紧就那些有公民资格的人来说 那么雅典民主制 确实是一个非常充分的民主制 因为他是个小国寡民 雅典 城邦在 即盛时期 其人口的总数量 大概也就是20多万 或者到40万 因为有不同的说法 按照孟哲斯丘和一些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们的统计 有的认为是有 这个雅典人口大概20多万 26万 有的认为大概有40多万 43万 44万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统计 那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就是在 即盛时期 在民主制达到即盛时期的雅典 他的公民人数并不超 不超过6万 也就是说他的公民人数啊 最多的时候也没超过6万 那么这6万人 内部是实现一种非常民主的一种制度 大家都可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每个人都可以来公开的 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那么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民主的氛围 为公民们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合 很好的一个背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公民要想参与政治生活 那么对他来说 需要一些基本的技能 基本的素养 而这个技能素养了更多的 特别有一个方面比较重要 那就是辩论 论辩的一种能力 一个人的口才 一个人论辩能力 对一个人参与公共生活 那么起到很重要的数据 大家想想 如果在这样一个非常宽松条件下 但是你这个人 有思想不能表达 没有非常超凡的 或者没有非常接触的这种口头表达能力 没有这种辩论能力 那么我们说实际上你的思想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另一方面 所以由于雅典这个民主制 这个法治的精神也比较 兴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经常会为一些财产关系 会为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 民事交纷 刑事方面的一些问题 经常会对付公堂 会诉诸法律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人们也要养成一种能言三变的 能够在法庭上进行辩论的 这样一种财能 所以正是由于这种民主的政治生活 以及诉讼的需要 因此雅典在民主制达到鼎盛时期 这种辩论之风就非常繁盛 那么大家知道 在希腊哲学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来 据说是毕大格拉斯最早提出了这个philosophy 就是爱智慧 大家知道这个sophia就是智慧的意思 而philosophy就是爱智慧 因此哲学最初作为一门爱智之学 在希腊产生 最早啊 可以说这个概念的运用是追溯到毕大格拉斯 到了这个 到了希腊民主制 希腊城邦制达到鼎盛时期 我说了 由于辩论术成为一种人人 这个比较 都比较热衷 比较这个忠爱的一门技巧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在希腊义运而生 就产生了一些职业的教人家 辩论术论辩术的一批 这个教师 或者这批思想家 那么他们就以自己擅长于辩论术而为生 以靠这个教人论辩的技巧来 以此作为生存的手段 以此来谋生 那么这批人呢 他们由于自己掌握了论辩的技巧 而且这个论辩的技巧和思想的这种 和思想和智慧和真理 在他们看来是联系在一块 因此呢 他们就只称为自己叫智者 就是自己有智慧 叫做非是 就是自己是有智慧的 那么这些智者呢 他们的主要工作 当然就是教人论辩 那么由于这样了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在教人论辩的工作 逐渐终于培养一种诡辩之风 因为论辩呢 当然主要是一种技巧 它更注重的是形式 当然它也要涉及到内容 但是呢 要想在论辩中获胜 论辩的技巧有时候 往往比论辩所涉及到的内容可能更重要 因此呢 这批职业教人以论辩技巧 论辩技术的这些智者们 他们就助长了 或者推进了一种诡辩之风 一种辩论之风 这个辩论中参加了很多诡辩 因为它注重形式 也就是在辩论中间 形式的重要性 远远超出了内容的重要性 而这样一批人呢 那么他们呢 在辩论的过程中 当然就思考到 古希腊斯大学派所探讨的很多哲学问题 然后以一种 带有诡辩色彩的这样一种方式 一种注重形式 注重技巧 而相对来说 漠视或者忽略内容的这样一种 诡辩方式 然后就把古希腊斯大学派 所涉及到的问题 就开始加以结构 然后呢 当然由此 由这个结构的过程中 当然也就引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那么这智者派呢 有很多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团体的一个 总称 这里面呢 有的生活在雅典 有的不生活在雅典 有的来了 到过雅典 有的也没到过雅典 有的呢 可能是属于主张民主制的 有的甚至是反对民主制的 是主张建主制 甚至主张这个军主制的 那么他们的政治观点不一样 他们的这个 这个其他的方面 他们的生活态度也不一样 他们的还有其他方面 哲学见解也比自己 有差异 所以呢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 那我们在讲自责派呢 我们主要是讲中间的两个最重要的 影响最大的自责 一位呢 就是自称为智者 就是智者因此而得名的 这样一位思想家 叫这个普罗泰格拉 还有第二位呢 就是另外一位智者叫高尔吉亚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只跟大家介绍两位智者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普罗泰格拉的哲学思想 那么普罗泰格拉呢 他本人呢 这个是出生在 这个北方 希腊北方 色雷斯地区的 一个阿布德拉的城邦 然后呢 也是第一个 据说是第一个自称自走的人 而且呢 也是第一个 被称为叫后来 采用所谓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 来个人讨论问题 当然 这个所谓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 是后来所用的 因为苏格拉底呀 年龄要比普罗泰格拉要年轻 普罗泰格拉年老的时候 苏格拉底还是一个年轻 年轻人 他们曾经之间发生过一次讨论 那么正是 由于这样讨论 所以苏格拉底从此以后 对智者们是 吃之以鼻 他们对智者采取一种亲事态度 认为智者都是一批 靠着一种是是而非的一种 好像认为智者们都是一批 这个诡辩家 都是一批 按照柏拉图和苏格拉底 按照苏格拉底所说 就是一批批发和人受精神食粮的人 因此 从苏格拉底 普罗泰格拉 亚利苏格拉都对智者比较轻视 这个轻视是由于 早年轻时候的苏格拉底 曾经年老的智者普罗泰格拉 曾经有过一场思想的交通 从那以后 苏格拉底对普罗泰格拉 这一类的智者就比较亲密 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智慧 尽管他们自称叫智者 实际上是他们很狂 正是由于这样 所以苏格拉底为了跟智者区别开来 这个当然我们以后讲苏格拉底之后还要谈到 那么为了跟智者们区别开来 所以苏格拉底就自称自己不是有智慧的人 而是爱好智慧的人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把它翻译为叫做一家 philosophy philosophy philosophy就是说爱智者 而不是智者 这个区别 那么从此以后呢 这个philosophy 就成为 哲学家 philosophy 而这个 philosophy 这个Sophist 就是智者 这个Sophist 后来逐渐就演变为一个贬义词 叫诡辩家 叫诡辩数 和诡辩数字 诡辩数字 或者诡辩家 因此呢 这个可以看出 苏格拉底和智者之间的一个分析 但是呢 早年我们说 这个 就是 我们先 我们先还是回到智者 那么 普洛泰格拉呢 他呢 曾经 两度 来到雅典 那么 普洛泰格拉从 中年的时候啊 就开始在希腊的各个城邦 就开始通过这个 教授人家 论辩书 来开始来 这个 赚钱 靠这个 以此为生了 然后两度来到雅典 而且并且呢 也曾经在 反卫雅典时候 和苏格拉底有过思想上的交锋 因此呢 从这个意义呢 这个普洛泰格拉 这样一套辩论的方式 这一套方法 后来对苏格拉底呢 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 苏格拉底也是用一种 类似于普洛泰格拉的方式 只不过苏格拉底 认为自己不同于普洛泰格拉 普洛泰格拉呢 就在于 自己不仅仅只是 彻中形式 同时也彻中内容 而他认为 普洛泰格拉 这样的一些 仅仅只是 他的一种诡辩书 辩论书只是 彻中于技巧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 事实上 从形式上来看 普洛泰格拉和苏格拉底 他们用的都是 同一类的方法 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叫 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 实际上就是辩论法 后来在苏格拉底 那里被称为叫辩论法 所以在普洛泰格拉 后来把它叫做辩论法 那么所以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 或者辩论法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 就是通过不断的 对对方的 对对方的命题 对对方的结论 进行急来 进行急来 进行质疑 进行提问 然后让对方 自己陷入直相毛 这就是一种叫 苏格拉底式的方法 而据说普洛泰格拉 是第一个 最先使用这种 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 由此可见 尽管苏格拉底和普洛泰格拉 两个人可能在观点上 是相反的 是相左的 是对立的 但是苏格拉底 是不是也曾经受过普洛泰格拉 这样一种所谓苏格拉底式的 讨论方法的影响呢 我们想可能也是有 大概应该是肯定 但是同样的肯定的肯定的肯定是用意养的 对立的肯定的肯定是用意养的